日本东海道新干线最新的列车最近亮相 不只座椅变宽了 而且快到站的时候 置物价的灯光还会亮起 提醒您别把行李给忘记了 而东海道新干线卖的最好的竟然不是便当 而是黑咖啡 一天可以大卖6000杯 飞驼高山的浪漫雪国 白川香合掌村 还有枫叶美景 东海道新干线 串起东京 名古大阪和京都 是东西运输的主要动漫 富士山看到了 未来搭乘有更快的选择 最新列车N700S最快可达360公里 10月底首度亮相 座椅空间比以往还宽敞 背后有读书灯 还有免费的Wi-Fi 但贴心的不止如此 前席里面有电池 每天都可以充电 所有位置都有插座 而且高速行驶之下 这水晃都不晃 闻得很 车厢间还设有超大行李区 才双重上锁 事先预约就能使用 而且这行李架灯光 在到站之前还会邮暗转亮 提醒乘客行李别忘了拿 N700S不愧是新世代列车 因为它是全球数量搭载电池行驶系统的列车 地震停电都不怕 能靠自身动力行驶到安全的地方 搭N700S还能品尝各地美味便当 像是黑毛和牛便当 肉汁爆浆让人口水直流 还有超澎湃的海鲜便当 以及可爱的布导翁便当 不过最卖的不是便当 而是黑咖啡 在新大阪站 还有餐车秘密基地 随时补充咖啡 生意之好 一天要用掉60公斤的咖啡豆 等于6000倍的份量 新干线生机无可限量 记者综合报导 日本冲舍首里程惨遭大火吞噬 官方评估重建经费 至少让木得1亿日元 从2号开放募款 短短三天就达标 有上万人慷慨减囊 捐款金额近2亿日元 还在持续增加中 英国哈利王子访问日本 一群日本女学生开心 围着她大喊好帅 没想到哈利开玩笑地秀出 无名纸上的婚戒 表示自己已婚 逗得女学生哈哈大笑 美国亚利桑那州国家公园里 一块一顿重 当地人称巫师岩的石头 上个月离奇失踪 日前又神秘重现 让相关当局百思不得其解 相信是有人用工具搬走了岩石